我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像剛剛這個條件 假設我已經先抓了資料了 但這個抓資料的參數 實際上是由那個什麼 由這個 有沒有 剛剛這一段 外匯參考匯率查詢 那實際上我就增加了三個東西上去 所以你們就會等一下填空題 把網址放進去 把參數查到 然後中間加一個AND 然後丟這個參數 他就會幫你把資料 從10月1號 那因為1號、2號是假日 所以3號開始 一直到11月30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假設你要換個日期 比如說你要8月 假設8月到9月好了 你看看簡單方法是這邊改一下 8月、9月 有沒有 那執行 理論上他會先清掉 8月就有了 到9月又有了 可是問題喔 這樣雖然方便 但是其實還是有點不太方便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喔 而且他這邊是不是會自動改 那個日期好像本身就是已經改正了 我不知道 我們好像沒改他自動就是正確的 好像是比之前的開放資料好像還OK 然後 第二個是說如果 假如說我每次都要直接改這個程式的日期的話 其實倒也不太方便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可以 最好是 程式執行的話 他跳一個訊息方塊 然後會問我說 請問一下你要查的開始時間是哪個時間 你要結束的時間是哪個結束的時間 然後他取得這兩個變數 把它填到這兩個位置來 這樣不就更好了 所以喔 我想了一個辦法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可以用Input Box 那個Input Box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加一個X X等於什麼 等於Input Box 那這個Input Box 後面請你加上訊息 訊息說 請輸入開始時間 然後呢 把它結束 其實就是這個啦 因為這個要打蠻多次的 我直接拿這個 OK 然後呢 把它直接放到這裡 所以呢 我就會得到一個X跟一個Y 有沒有 然後他就會給我開始時間 那我就把X放在這裡 那放過來的方法 其實就跟 字串放進來的方法一樣 記得喔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X 然後and的前後 把它空白 把它串在中間的意思 OK 那Y的話 因為剛好他在那個 這個字串 的最右邊 因為他旁邊就是一個 刷引號結束符號 那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結束字起 delete掉 然後移到 這個 字串符號的右邊 加一個and Y就可以了 因為他已經在最右邊 所以 右邊沒有任何其他字串 你就不用串中間 所以不用串中間 就不用and這個 結束符號 直接這樣串就可以 把它串到他的右邊就可以了 and Y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程式寫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比如說我想說 我要查那個7月份的 那這個時候不用改了 直接什麼 執行他 請輸入開始時間 2022 不要打錯 2022年的 7月1號 好 開始時間喔 Enter 那結束時間是2022的 8月30 8月是30好了 8月31嘛 沒有 有嗎 有 對對有 OK 好 那就按確定就可以了 看有沒有結果 有了 有沒有 7月 Ctrl向下 8月有了 那也就是說 將來你只要在這個旁邊 加一個按鈕 然後呢 按下它 它就會跟你互動了 所以你在旁邊好了 假設插了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放這邊好了 然後這個叫什麼 外幣參考匯率查詢 那以後的話 我是覺得Input Box還滿方便的 因為你不需要去做任何錶單 你就按下它 你要查什麼 我們要2022年的 6月份好了 6月1號 然後到2022年的 7月31 有31吧 7月 好 Enter 好 有了 查一下 好 那你會發現6月就出來了 那這樣來觀察匯率就滿方便的 那所以剛剛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那個Input Box 就這個啦 Input Box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要請那個人家輸入一些資料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那個Input Box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個Input Box 其實有點不美觀 它就是長這樣 沒辦法 它就是很基本的東西啦 就是可以讓你輸入資料而已啦 所以你也不要就是要太多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要得很漂亮的話 那可能你就是要自己學會如何制定錶單的 是可以做得相對漂亮 可是呢 你要相對要花時間去把它設計出來 那又是一個另外比較複雜的設計工程 所以 另外一點啦 可能你將來要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防呆 什麼要防呆 就假如說你輸入開始日期 Enter 你要檢查它是不是日期 我們現在沒檢查 所以你千萬不要輸入錯誤 因為你輸入錯誤的話 得到的結果一定是錯誤的 OK Enter 然後你也不能說你輸入一個2022年 因為要比它小 你不能說5月1號 OK 不行嘛 所以你要檢查 如果它這個日期第二次輸入的比 第一次還要更前面的日期 那你就要除錯了 你要跟它講 不行 你這個輸入日期是錯誤的 那你就要讓它怎麼 回到剛剛那個地步 給我重新輸入 直到輸入正確 不然會有BUG 這個因為防呆的部分 我們目前都沒有做 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 你不要輸入錯誤就好 比如說我輸入6月1號到8月1號 OK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那不過 雖然資料已經幫我抓下來了 但是最好是可以幫我畫圖 不過這個 這個我看這個按鈕 因為等一下圖會放在這裡 把它蓋掉 所以乾脆這樣好了 這把它移過來這裡 不是移這裡 應該是移這個L 因為我們可能會需要那個 那這個可能 剛剛應該設定 不要隨著 不要隨那個 不隨儲存和改變 不然你看 我們剛剛不是把L拉寬 它會動 你看現在不會動 所以以後不要讓它跟著動的話 就是這邊要改 摘要資訊 大小位置 有沒有 不隨儲存和改變 好 那這樣的話就OK了 但是問題 你現在光看這個數字 高高低低 你哪知道說到底增加了一點少 太累了吧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怎麼樣 就直接幫我畫個折線圖出來就好了 看起來有沒有 增加了 所以最好的方案這邊 如果我想知道大概2022 最近的話 比如說10月1號到2022年的12月12 OK 就今天為止 然後一樣抓資料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 更新完之後 很奇妙的 它這個圖就自動幫你畫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來源變動 這邊也會跟著變動 你可以看到美元最近的變化 它先跌了 然後馬上又漲了 馬上又跌了 馬上又漲了 馬上又大跌了 有沒有 現在跌到現在 怕會破30 破30了吧 OK 所以今天不知道跌 應該看起來 這個跌得滿慘的 有沒有 一天就可能跌得滿多的 但如果你要重新繪製的話 就刪掉它 重新畫一個圖 OK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繪圖的功能 我不要把它放在 怎麼講 同一欄 我希望變兩欄 假設我今天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的話 那要怎麼畫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反正這個只是說 讓你的功能更加完善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工作上面 都已經有做好很多系統的話 你工作應該蠻愉快的 有沒有 就輸入一下 我要什麼時間 如果老闆突然問 你幫我查一下去年的 2021年的 有沒有 的 10月好了 比如說10月1號 到2021年的 12月31號 這一間 這個變動情況如何 你可以看一下 馬上可以查出來 甚至你都可以把圖 直接給你老闆 有沒有 你看一下 最近那時候變化 跟現在的變化 到底有什麼差異 請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再增加一個什麼 Input Box OK 做一個條件 然後 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改成 就是兩個藍 顯示 不同的資料 OK 所以 最後也許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吧 也許旁邊可以再多一個 先把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再做一些變化 可以試一下